好 那你不说 我来 因为我不懂画 我也不会画画 我是一个最普通的观者 我选择的画都是我很喜欢的 这个画本身传递出来 有一种感觉 就是让人很静 很安静 但是又很有力量 然后这个画我也蛮喜欢 它的地方就是 你也能看到中国山水的那种 其实我开始以为 它是一个水墨 单轻 我觉得下面黑色的部分像大海 对 是海 然后这边是山 然后这边有大海 天上有白云 然后有星星 觉得我看到两个字就是希望 对 这张画的名字就是希望 是吗 真的 就两字 是吗 因为翅膀和羽毛给人感觉 就是人可以多一个能力 可以飞翔 可以充满希望的去 一路向前的这种感觉 然后我不太懂的地方是一颗 黄色的星星是什么意思 黄色的星星其实是我用那个 右眼去创作的 什么叫右眼去创作的 就是我在2011年的时候 视网膜脱落 因为视网膜脱落 然后一下子什么都看不见了 一片漆黑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 你特别不适应 就是你画画什么的 都有的时候戳不到画布上 没有距离感 他两个眼睛不聚焦是吗 对 整个2012年都在习惯这种东西 然后后来习惯了之后 然后这边眼睛就并发了白内障 太吓人了 这个星星就是拿那个受伤的眼睛画的 我去描那边的时候都离得是特别近 这样画的 要很近吗 对 就离得很近 这样子一点一点画的 哦 你干嘛 你是跟自己较劲吗 哦 对 那你当时有想过放弃吗 就不画了 那会儿就不敢去想这个事 那会儿你什么都看不见 你只想 能够看见而已 只是这个想法 最原始的想法 你就不敢去深想 你深想就觉得这事非常恐怖 你像以前的话 你会思考一些 就关于艺术家天赋天才这些问题 后来你想 其实人 人能看见东西 其实就已经最大的一个天赋 嗯 嗯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怎么想着带着这幅画来的呢 大众看画 其实首先就是通过感觉感性认知 我看到一张画 我可能想到我的童年 或勾起我的回忆 这是一张画的最大的一个价值 大众对当代艺术 一直也产生着误解 因为我的作品整体风貌 在当代艺术里面 还是比较有亲和力的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有兴趣 先去关注当代艺术 这样子的话 才能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个 挺好的这个想法 因为今天也来了很多的画家小伙伴 而且我觉得这个年龄段也挺厉害的 在这些人当中 你对自己的画的评价呢 最好的吧 少了我整个这个节目会少一个顶梁珠 哇哦 这么自信 是 艺术家其实就像个游地员嘛 作品就是信件 信件得由观众自己打开 所以这样吧 我 希望你这幅画可以出现在我的画展里面 我的展览里面 好的 好 我送你一张我的邀请卡 好 好 很高兴认识你啊 原来你们这么多 他们都欢呼 期待后面看到这个更多的画 然后也看到那个画跟你学习一下 好 你加油